花蓮县政府攜手花蓮在地商圈组织 百大伴手礼业者、东大门业势以及农产业者 在台北车站办理2024花蓮豪物展联合销售活动 花蓮县长徐正伟也现身一同来推广花蓮优质的特色伴手礼 农特产品与业势美食 来增加花蓮特色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机会 让民众更加的了解花蓮 一同分享花蓮的美好让全世界都看到 为协助花蓮优质产业业者走出零四零三地震困境 花蓮县政府向中央经济部商业发展署争取办理大型展售会 透过花蓮好物奖活动推广花蓮特色 这次展售邀集了夜市美传、商圈魅力、回篮好礼、农产精选四大主题 高达80摊优质业者参加 欢迎大家用行动支持花蓮 一起购好物一起感受花蓮的美好 离四零三过后我要谢谢所有的大家 给花蓮非常多的鼓励和支持 但也由于现在这个日子离地再越来越久 现在已经一百多天了 所以其实相对于也相对于安全 花蓮有非常非常多的DIY 无论是你要到理想大地去度假 我们高地市的建筑尤其是有非常棒的一个内陆的我们的人工石 那里可以划船也可以划着船去check in 那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高地市的建筑 而且可以骑着蜻蜓去 坐着蜻蜓去check in 另外我们正义大理石 也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 传统产业转型成文创产业 这里有80摊 通通都是花莲 非常非常的精品 所以请大家待会慢慢看 慢慢逛 尤其有相当多的DIY 有非常多深入花莲的旅游 我想在这里介绍大家 您可以到我们海岸山脉去吹着海风 轻轻地走上大概海拔700米的 我们海岸山脉 可以去体验 现在是我们咖啡花开的季节 11月份是开始采咖啡的季节 也可以到我们花东政府 去骑我们的这个道浪193 也非常的美丽 更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多的金针花 欢迎大家来花莲 展授会活动现场也推出 消费累积满1000元 送花莲Q版红面鸭 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一点 累积满5点可以兑换50块钱购物金券 还有打卡标注花莲好物展 送花莲小物等几客活动 吸引很多旅客前往购买 更欢迎民众在暑假期间 来到花莲旅游 一起在花莲玩得快乐 买得尽兴 一品味花莲 有够精彩 赞 记得金鸿义台北市报导